一盏盏烛光 悼念遭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台北部分法轮功学员约900人在市民广场举办追悼会 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3周年 呼吁世人制止中共反人类罪结束迫害 跨党派台北市议员 政党人士跟民团代表到场声援 今天时代力量我们关注中共政府迫害人权的残暴政策跟行径 未来我们也会持续跟各位站在一起 他们残暴的手段即将要终结了 那有你们在前面帮我们一起往前走 我希望我们在后盾资源的人也绝对绝对要全力的资源你们 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大家对于真善忍的追求 我们去抵挡中共的诱惑 抵挡中共的威胁 我们共同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为了捍卫我们人类文明自由的普世价值而努力 前中共党魁江泽民1999年7月20日 发起对法轮功灭绝性的迫害至今长达23年 对法轮功学员施以各种残暴酷刑 更令世人罚指的是活摘人体器官贩卖蒙利 被国际社会广泛谴责 我们不仅要追究江泽民当年发动迫害法轮功的法律责任 历史责任跟政治责任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认清中共党国体制的本质 活摘器官这种血淋淋的事实 透过我们这些学人公租于世界以后 更是让中共这些邪恶的本质 让受到世界各国的唾弃 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指出 欧美亚五个非政府组织召开反活摘世界峰会 发布反活摘之世界宣言 制止中共邪恶活摘器官暴行 获得多国政要等支持 而推动反活摘器官立法 就是在实现这份宣言 维护人类基本人权 我们目前已经在欧美亚各国展开了立法工作 我们也希望台湾的立法院 以及社会大众一起来正义支持 这项法案的通过 这样的一个价值是不分党派的 台北市议会在过去也曾通过相关的法案 谴责这样的一个暴行 全球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 迫害法轮功的刑事举报联署活动 37个国家和地区超过395万民众参与刑事举报 其中以台湾超过134万人最多 日本99万 韩国超过67万 欧洲有29国参与 以乌克兰 荷兰 以色列等国 连署举报人数为最多 新唐人 雅台电视 吴冠林 林家伟 刘姿影 台湾台北采访报导 请问者吴写刑事举报